我们DFC的主题是共创友善学习环境 我们会做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学校时常会经过楼梯走廊 但是在雨天的时候 常看到有人因为地板没有止滑条而跌倒受伤 此外因应肺炎疫情期间 学校常宣导多洗手消毒等 但一层楼只有一个洗手台 排队洗手不但浪费时间 可能还会增加接触感染的风险 所以我们决定做一个问卷调查 找出学校有不完善的地方 或是对学校的期望等 透过问卷调查向学校提出 另外现今英文为主要语言 英文的学习也是相当重要 校长也在提倡双语学校 所以我们设置了双语白板 将当作重要的世界时事 以英文的方式写下 并加以翻译 以提升学校的英文品质 首先我们先逛了一圈校园 发现有许多器材导臭的问题 像是楼梯纸牌条效果不佳 地面凹凸不平 导致下雨天时走廊容易积水 还有一些资源不足的问题 像是洗手台数量不够多 贩卖机商品供应不足等等的 除了我们的意见 我们希望得到更多学生的回应 所以我们发了一百多份的问卷调查 也得到了学生们更多不同面向的反应 最后我们将问题通整 提出一些可短期改善的问题 并提出对策给总务主任 也得到了校房的支持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创与白板的部分 那我们的白板是从总务主任那边申请来的 那我们在白板上写上一些 有关于我们学校 就是学校生活环境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旅游泡泡 还有唐凤 和我们之前有做一个祈福的天灯活动 那我们是九年级嘛 所以我们在天灯上面有写上自己的志愿 那我们也在天灯的下面写上一些 就是有关于天灯这个祈福活动的由来 那我们在双语白板的内容里面 找出一些生男子 把它加以剖析 我们写上他们的磁性 他们的用法 我们去做一个造句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创与白板 让更多人 更多我们学校的学生知道 我们有在做这个创与白板的东西 也希望他们能够从中获得学习 那从我们一开始观察这个环境 到实践 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很多老师和同学们都在默默的支持我们 那我们也很感谢他 比如说我们的总务主任 他就提供我们的白板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物资资源 那像是其他英文老师 他们也提供我们很多宝贵语卷 那比如说学生们 他们就帮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让我们知道其实学校有更多东西是可以改善 但是我们没有提出来的 那我们很感谢他们 那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九年级 我们很忙碌 所以我们很尽力地在做这个 我们在营造这个友善的学校学习环境 那也很感谢大家 好